無論是三國演義,全是以此為藍本的景視劇, 曹真都被塑造成一位剛的智庸,有勇無謀的武夫, 在政壇上被斯瓦爾玩得團團盡。 在智場上則被諸葛亮連番棄撒,作為避受以重的皇室中陣, 真是給曹家雕盡了臉,然而在歷史上,曹真非大學有如舍不堪, 反而是一位智庸兼備的名將。 作為諸葛亮最強勁的對手,曾歷助其兩者不伐, 鬼實難以對付,那歷史上真正的曹真到底有多遺憾呢? 這聽曹偏暗論為大家常解,當年,曹初打著追越國實董卓的旗號在家鄉棄兵。 而烏身與曹初同族的曹少積極響應,在朝遠招兵馬雅, 結果,曹少在招兵途中被周冠的官吏所實。 二月律,被追,終也有他為救曹初自己被實的絕罰, 總之,曹上了世後,曹初見他留下一個爺者。 於是深深則忍將其收為了讓者,這就是曹真, 隨著曹真的族征長大,他在軍事方面的天賦 得以尖尖顯露了出來,據三國際,記載,曹真曾經耐出打烈與盜老虎。 他一邊逃跑,一邊回頭射箭,結果,老虎仍然贏到,可現其不凡的身手, 因為勇環過人,曹初將曹凌中最精銳的虎炮其交給他統領。 可現其栽培者,曹初在世之時,曹真曾多謝心與西線自食,立功羅素,幾乎是毫和敗的。 曹凌職位之後,從小與其一起掌賴的曹真,更是得到了重用, 他被封為鎮西將軍,負責都督公州,兩州的軍時。 王初三年,曹真在平定將進保安後回到京城,被封為上軍大將軍, 且都督中內諸軍時,駕節月,不久之後,他有淵流主權擊敗雙團。 盡為中軍大將軍,曹匪林中時,約曹真,鎮群,施華爾共同附正,二明帝當一繼位,就加奉曹真為大將軍。 將兵權放心地交給了他,太和已然,諸葛兩興兵不佛,一時駕流安,汽水,乾定三運都求降了淑漢,面對不利形勢,曹真派將入出兵家庭。 成功將華叔擊敗,與此同時,曹真律里卓越部隊擊敗曹智雲、鄧姐。 柳俊了戰局,隱看既定計劃已經無法實現,為曹防止後入包夾的追葛亮和雷退軍,第一者不乏以曹真勝利告終。 另外,曹真聯肯有會見性地猜渡,下謝諸葛亮再貴著重攻擊陣倉,於是派出了視像守成的角超著手陣倉。 修憲防禦攻時,第二年,諸葛亮果然攻打神仗,但因為郭超已經準備充分。 所以淑漢軍隊撫戰到梁草浩盡,仍然滅能攻克,憑借對淑漢水德的戰職, 曹真晋偉大師也,且獲得了,建理上電,入朝不吹謝楊瀟河、霍光、曹操等屠臣同款的特權。 太和四年,曹真是以太蘇魯大軍,主動出擊滅亡俗漢,大大軍好好蕩龍出征, 及遭遇了連續三十多天的暴雨,指得無奈巴西,借借撤軍後不久,曹真就敢以重病, 並為了一兩人回到了陸陽。 第二年,曹真再入陽分世,其者曹爽繼承了他的爵位, 之前曹真當兩大將軍時,梁教和事出同金共虎,甚至曾經拿出自己的財產, 來給將事不上謝,因此在軍中肯有聲音,有他的律領, 曹你的軍隊就是忠誠可教,富有理罪律的。 二日,曹真去世後,其接班人曹爽卻分容無能。 此之道憑借權勢胡作非為,因為人力實在平庸,儘管做壯曾經架空斯馬爺。 從其手中極回了實權,一道權傾朝夜, 及最終還事未能斗得過老狐里斯馬爺,在高平凌之地後被逃越了沙族, 高平凌之地後,早在政權實底立入斯馬家之首,斯馬已去世後, 其者斯馬爽接任大將軍。 斯馬爽並死,其帝斯馬昭有成為了大將軍,可以越, 做壯戒權的旁立就是仲曹真去世。 斯馬已在權力斗爭中,大勝曹爽開辭的,因舍, 越曹真得死,便無斯馬。 其實肯有道理,曹真並世後,同時配在武帝曹操, 文帝曹披裂亭,等惡謝樹齡者,在曹爺開國揚分當中,不過兩人亦異。 於此可言,做針對造藝政權的重要性,不言而喻。 對此。 對此。